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亚洲电线 一年,今个星期也做第三次了 我们来到星期五了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重要消息 第一个就是沙利文已经在昨天完成他的访华行程 他就说美方不寻求打新冷战 也不寻求通过强化和民体系反对中国 美国一个中国政策也是无变的 也无意将台湾作为压制中国的工具 希望和中方继续保持战略性沟通 还有他也在安排拜登在北架的将来和习近平有些沟通 而会谈也长达14个小时 而他也说双方同意中美两军的战区领导通话是非常积极的成果 希望加深两军的沟通 而他也说会谈没有涉及即将举行的美国大选 大家就是这样 第一就是今次沙利文来到的时候 中国还是不太幸运 就是说有没有红地毯 有没有什么弄一条红线 想不到是最高于见到习近平的 如果说14个小时 那14个小时那么厉害? 他自己写个会谈 中方官员不是习近平 所以说一些很技巧的东西 我相信他们不希望在选举期间拆枪走火 因为选举期间大家都会做了很多东西 但是问题是如果选举拆枪走火的话 会令到整个选举 因为杭丹毅毕竟是他们自己认为的 希望不要生辩 所以就是令到他们 但是因为现在很多地方都很紧张 虽然如果拆枪走火的话 不会是令到 俄乌 但是他一定要知道中国在俄乌的状况 因为俄乌有机会 俄乌有机会 以及耳巴都是有机会扩大战争的 那假如扩大战争之后 他一定会知道 假如发生这件事之后 这样的情况之后 中国会有什么反应呢? 底线在哪里呢? 比如说 中国如果打到莫斯科 我相信中国一定会参战 是 那就是说 解释到哪里的时候 就是当初的时候 说朝鲜战争说你不要过三个线 过三个线就会打的了 OK 那接着 菲律宾那里是怎样呢? 他只是知道全部要摸清楚 中国的底线 中国的想法究竟是怎样的 台湾反而有问题 因为台湾 台湾说一个政策没有改变 无意将台湾作为压制中国的工具 台湾没有问题的 因为美国已经决定放弃台湾了 即不是他已经放弃台湾 是半放弃台湾 因为如果他打台湾的话 中国台湾压制的话 我相信他会在菲律宾搞笑 因为我看到一些分析 即是他们自己也有人登过一些文章 应该是在类似 Florian Affairs或者 National Interests都登过那些文章 就是说一件事就是 如果要打过台湾打输 不如在菲律宾打 即是我不如在菲律宾打你 我在台湾打的话 我合法性又会打你 合法性又不够 因为他大了 成一个中国的 一菲律宾打过你 就变成了东盟 就变成了东盟 而且台湾打 你一打过去 你的炮都这么攻击 六十八海里 即是一百六十二公里的行程 喂 怎么打都打到的 不如在菲律宾大家一起在外海 大家一起在外面打就会比较有好处 所以台湾他应该是枯营的 所以整件事我想是 最重要的都是 由现在开始到11月选举的时候 不会有登变 所以才要讲这么久 所以他讲技术的问题 不是讲政策的问题 即是技术上 应该是很细细的东西 所以才是 沙利文会讲这么久 不是讲政策 那习近平只是见见他 即是表示是以示意示 所以这十四个小时 应该美方都清楚知道 中方的一个立场 以及一些商认的底线 而同一时间 金融时报 他又出了一个报导 英国金融时报 英国金融时报 出了一个报导 就说 北京试图派遣一些人 跟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就建立联系 但据金融时报 找了八个美国和中国的知情人士 这些联系活动是没有成功的 因为 他的报导就说了 有些中国的官员 访问学者 通常都会被笑 北京的代理人 他们现在就已经很难 跟美国的议员会面了 如今就跟特朗普的团队 建立联系 都面临着类似的困难 也有一些区名的分析员就说了 例如是这个保守派致富 就是 American First Policy Institute 他就说 有个叫热望辉的一个中国政策项目主任 就说跟中国官员见面是没有好处的了 以及特朗普对中方的看法 更数得都知的了 跟他见面更加可能会被误解 大家都想着赢了才算 所以就不会有这样的见面会制造出来的了 应该是跟双方候选人见面呢 这个是常有的政策来的 不只是中国 譬如美国他都会常有 总而言之 政反都知道大家怎么想 虽然你对两个政反来讲 都没有分别的了 可能是 但问题都是两边都要联系 一旦不要让你先选到了 于是就变了 对于执政那个好像是 如果是一般来讲 就可能有利点 你没理由跟他不吭 就好像大小超那样 其实我们是一视同仁的 但问题就是 这个在中国来讲 就是Kids of Death 就是死亡之闻 当你一去跟中国联系 他可能更差 所以免得跟你说 说不定都没话说 但我估计应该有些中间人 就是中间人是会有去 当然是中间人 当然是中间人 但问题就是 会不会明目张胆地 我代表中国来见你 这些一定是中国 一定是中间人 但他前处美大使 现在没有一些特别的身份 所以去见他 但问题是 这些中间人就 都 住安吉都拖了 好的 嗯 那 也会总有其他中间人 对不对 就是 这份工都要做 刚才大师说到 菲律宾会继续碰池 在菲律宾 现在 跟中国的一些 一些 应该怎样说好呢 就是一些 海警船 一些碰撞事件 一些新新新新新新的 根据中国海警局的发言人说,菲律宾有一架H-145型直升机,非法滞留中国先宾朝, 也向菲律宾的海警9701号船空投物资,中方全程监控,看到他们的情况。 因为早几天已经开始了,大家的渔船撞来撞去,菲律宾在扰乱南海部分的现状, 中方呼吁大家不要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所以就是,其实因为被人围住,难道他们有空投吗? 就好像柏林围场,因为他们的船已经被整个海尾封锁了, 但是中国不能打直升机下来,如果没有办法, 直升机要我上面提一提,现在讲什么低空经济, 我心想,你低空经济,其实直升机和直升机有什么分别? 因为我心想直升机的大型,它移动,它控制是很大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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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所以穩妥一點,而且應該容易操控一點 我猜的分別是,而且成本低很多,因為直升機很貴 直升機說了幾千元,我經常覺得是 咦,為什麼直升機這麼貴呢?相比飛機來講 它又不是再很多人,又不是很舒服,又不是什麼 我猜是因為這樣的問題,如果不是,其實直升機已經代替 我不懂了,所以才提出來,希望觀眾加入分行 我看內地如果搞低空經濟 其實都是一些很小型的無銀機 不是說無銀機,不是說無銀機 如果無銀機,如果無銀機也有銀機,當然是明白 現在是說了有人機和直升機,無銀機就不用想了 好,我們期待觀眾的恥福 另一方面,還有一件要問,跟香港和加拿大有關 話說,安大律省有一個知名的房地產類經紀 叫做梅玉英,她叫做Anita Mui 是,可能有些關係 8月9日神秘失蹤 我知道這隻是抄 8月9日開始神秘失蹤 上週四,加拿大警方宣布找到他的屍體 但被焚燒過 同時有三個16至11歲的涉案少年被捕 這件事之前也有說過 在當地時間8月28日,警方宣布鎖定了一個名案的疑犯 就是一個47歲的男子姓胡 即是陰液帶的姓胡 警方表示,那個人應該已經離開了加拿大了 所以他會以一級謀殺罪名,向加拿大全境發出逮捕令 並稱這個逮捕令雖然是加拿大國內的範圍 但是他會這樣延伸出去 因為在胡志雄的陰液 他登記的地址是 加拿大萬錦市境內一棟大廈 本來是一間建築公司 但是門牌就拆了 有些消息說 他是一個住宅建築和裝修業的總承包商 即是大判 因為警方在當地時間 今晚星期三說 他在調查梅玉英在案發當天 是否和胡志雄見過面 還在了解他們兩者之間的關係和作案動機 而胡志雄之前是沒有犯罪記錄的 八月九有神秘失蹤 而且被消就失 但是因為他有16至17歲的被捕 16至17歲的三個被捕 但是現在究竟是他還是47歲的男子胡志雄 這件事件不太清楚 但是從名字來講 他一定是香港人 胡志雄也是自香港人 所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人不知道 不過香港和加拿大還有沒有 現在應該是沒有引渡的 但問題就是 問題就是可能一些特別事件 即是說沒有引渡 實際上可以經過一些協議的時候 可以引渡的 即是好像陳同佳 他不知道為什麼回到香港 不是陳同佳不是 你說你說的 陳同佳就不是 陳同佳就沒有引渡 所以走不了 現在是沒有引渡問題 不是沒有引渡問題 沒有引渡 沒有引渡 但是有時候有一些協議 都可以把它夾回去 比如說逐去出境 或者之類 可能還會有一些方法 因為始終是一些國際刑事案件 只不過引渡是一個非常麻煩的事 是 引渡非常麻煩 牽涉到其實引渡法 牽涉到非常複雜的一個法律問題 是很古老的時候 已經有存在的問題 即是等於是交人 一個黑社會交人 這件事要交人 交人其實就是引渡的一種 或者兩個村子的時候 兩個村落 我這個人在你的村子殺了人 另外那個村子就是引渡 另外那個村子要求你交人 其實引渡是很古老很古老很古老的一個法律 我略略研究過 但是其實是非常深 不是好像大家都說的很簡單 其實所有法律都是引渡法 如果這樣說的話 因為為什麼呢 以前的時候 你不是去到一個城市 基本上你不去到一個城市 你基本上所有的人 你的生活 你不離開村子 在村子裡做了所有法律的行為 這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 都是一個本地的學者 一個關於本地的研究 就是在新界某一性的原居民 因為他們現在的生日都在香港 那我就不說個名字了 大家可以找一下那篇論文 那他就說 這件事是上到清朝的軍機柱 是會有一個 即是那份文件是過一過 那就是說那個人 他是有功名的 但是他們那條村的人 就不交稅 新安苑的人就剷進去他村子 想捉人 怎麼會被人打回頭 那最後呢 就再多些官兵 那些士兵過來就捉他走 隔他公明啊 那樣子 所以就應該都真是幾複雜的 是 其實全部都是遵守人道文 因為其實是正人是不入鄉的 那個鄉 你只是跟那個鄉長交涉 你從村長交涉 你不會跟 你不會入到村的 所以所有這些這樣的 全部都是屬於一個地方管理的問題 那所以我 其實有政治書 有一篇是寫這件事 有一本是寫這件事 或者幾本是寫這件事 但是都還沒寫 好 那我們其他大師的研究 那我們回到香港的消息 那昨天最均動就是 這個立場新聞案 有一個新的發展 因為他涉嫌發佈這個煽動文章 武公司和前總編輯 鍾沛權和前處任總編輯 林兆彤在區域法院被裁定 一項處謀發佈或複製煽 作為行動刊物罪 裁決的理由就是 按法時政治氣氛極為刺熱 在這個時代背景之下 他那一篇文章具有煽動意圖 無客觀 事實基礎 和在意圖嚴重地 破壞中央或特區政府的權威 因為從武公司的架構文件 資金紀錄顯示 法庭裁定 鍾沛權和蔡東豪在內的公司股東 就在信託安排之下 看不願意披露身份 金主營運立場新聞 而判詞說 其實蔡東豪屬於主腦角色 以及他們在發佈上 亦有一個協定 所以大家都聚成 至於中央權 負責審批11篇的文章 而第三被告 林兆彤聲稱 林兆彤聲稱 他接管了總編輯和做一些事情 所以都相信他知識度和認同這些文章的意圖 而余若薇就是他們兩個的辯護律師 他的求情就說 我看到也挺慘的 就說中央權 誰說多慘 余若薇說中央權多慘 就說他有長期病患 進出醫院 之後腎功能比較低 接受化療 林兆彤的女兒也很年輕 他本人又有長期病患 而這個中央權 案發之後一直沒有工作和沒有入息 所以就想求情 雖然如果肯讀一些說句 如果沒有入息的話 坐牢是比較好 是不是好像張繼聰說那樣 香港年輕人就出路就是坐牢 你坐牢不用想入息問題 但問題就是 我們不說這些那麼涼薄的說話 因為已經說完了 問題就是 這件事情就是 有一個先例 就是你發佈了一些文章 然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就已經入罪了 因為他們其實 還有裡面很多文章 有很多人幫《立場新聞》做事 但是蔡東豪作為始作俑者 就已經逃亡了 就已經逃亡了 然後中央權 就這樣說 其實有時候 陳海文 是有幫他們寫的 陳海文幫《立場新聞》寫的 為什麼呢 就是陳海文的那個阿爺的背景 他就是希望 我們是扮中立的 立場新聞中立的 所以陳海文我們都會找 所以那些人很不理解 就圍剿 在陳海文 經常都是立場新聞被圍剿 但是 很明顯 陳海文好像就這件事做過證供 我忘記了是怎樣的 總之說過這件事 就在這個Defend 所以陳海文就是 但是打不掉 很明顯 不是因為你說 你自由 或者你自主的 編輯自主的 結果就是總言之 就是打不掉這件事 是啊 所以就因為 因為同一時間 有些西方實力 都有就這件案 就有些評論 然後外交部 駐港主權公署 也有些反擊 但因為那些事 大家都知道說什麼 所以就不特別說了 那我們看看另一單 挺重要的消息 就是 巴黎奧運 我們中國國家隊 的代表團 昨天就抵抗訪問三天 有幾個都挺受關注的運動員 包括是游泳好警 叫做潘展樂 和跳水的傳紅線 還有就是 六邊形戰士馬龍隊長 他們本來 其實我都是可以去接待他們 但因為 昨天 計算 一連三天都有空 24小時 就是禁制去陪他們 但是我始終 一陪就要陪三天 一陪就不能陪一天 是的 結果 因為我太餓了亞洲電視 所以回來做節目 所以就沒得去 這樣 那就 大概是這樣 大家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 但每個人都喜歡傳紅蟬 傳紅蟬 傳紅蟬就變成吉祥物 沒錯 沒錯 我給大家看看傳紅蟬的資料 因為他昨天 人們都是喜歡看他的表情 其實都是黑面 或者是打喊露 也挺好笑的 然後 如果你家裡的小朋友 你都可能會看到他 那樣 也挺可愛的 而且被人拍到他一落飛機 就不斷打喊露 我想也是 應該挺累的 還有LV小龜龜 是的 還有少年警訊 也送了那隻 那隻青色的吉祥物給他 是的 所以都是一件開心事 之後應該這幾天都可以看到他們會表演一下體育的事情 好了 講完國家隊之後 再講一件消息 就是 這個啟德和東九龍的集體運輸系統 正式邀請供應商交一些意見書 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 就好像那隻陷阱默默的周星馳的食神那些食物 全部都有一些特別的 龍尺化不開的 那些 OK 那些 那些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這個東九龍 其實他們爭取了很多年 啟德拉到九龍東的一些位置 就有一些 好像輕軌或者輕鐵等等的系統 最終就批了 就是蓋這個系統的 那我呢 都分享了少少 就是我參觀過 這個比亞迪在深圳那個廠 那也挺厲害的 就是他的廠是我想有整間大學那麼大 我想香港最大的大學 看看先 我想可能中大那麼大的範圍 平地來的 然後他自己是有一個輕鐵系統 是接駁了整個東西 是沒有人駕駛的 然後呢 是見到他都挺先進的 那而因為我想現在 或多或少 應該都是得一些中資的 雞國產貨是會中到標的 那所以他極有可能 都是這個比亞迪會中的了 那又不要這麼說 就是好像很矛盲 那樣 現在全世界都是只有中資才能夠標 其實呢 外國已經失去了製造用力 西方的時間 西方日本也失去了 我不知為何無端端會 無端端會 因為日本的新幹線很厲害 但現在全部的東西做不到 我不知為何 在什麼東西都丟失了 其實是不是就是日本那種工像精神 開始崩潰呢 第一就是不開始 已經崩潰了 因為你沒有理由 在越南的新幹線搞不定 我不明白 為何在短短 在我有生之年 會見到它崩潰得那麼快 但是你覺得那個轉向點在哪裡呢 就是它的工像精神崩潰 西方 美國 美國化了之後 只是全部美國化都不行 OK 我解釋 因為美國的一件事 它是 人們忘記了美國立國基礎 我寫一篇文章 雖然很多人反駁 但我仍然那篇 我覺得是很觀察 就是美國 大家以為現在看到那些亂七八糟 LBGT 覺得是美國精神 其實不是的 美國當初 它建立美國的時候 是一堆清教徒去建立的 是呀 是呀 他現在那些 在什麼地方 他早上做禮拜 好像我們996 那些人是很虔誠 很忠於自己的 甚至是沒有分前性行為的 那一堆這樣的人 已經是完全被現在那堆很圈蛙的 我用這個什麼字 去取代了 所以它本身的立國精神 立國的東西 已經完全沒有了 所以掛了 其實就是這樣 而大家覺得那件事 就是美國了 其實那件事是六七十年代才開始的 而是 所以令到 當你去到那件事 這些東西就不確定 其實你最好確定 但是大家早上回來996 那些 早上好像港納仔的上學 那些的精神沒有了 那這件事反而是中國都有的 是 所以就是日本沒有了 那些港納仔的精神 OK 好 那我們又看回一些 兩岸國際的消息 那第一件事就是 早前 柯文哲 柯P 身陷政治獻金 和假象的風波 那我也是 略略看過 有些人Facebook說 就說他有很多那些 很多筆的獻金 是 即那些 獻金的地址 和是 獻金的資料 是不整存的 那 因此就發酵成為一件事 那他在昨天下午開記招 宣佈請假三個月 和主動申報調查 並且就連串的醜聞 鞠躬道歉 那 因為 這個是2024年的競選經費 那 而 這件事 那 他就說要請假 去 去 去解決這件事 那 還有 他 有 OP自己說 他就錯在完全信賴 和信任 這個 一些 競選的時候 的一些 一些 他們的黨團 的一些人 因為其實他們也是 說 國會辦公室 立法院附近 就整個辦公室 用選舉補助款 去買 那 就給一些黨團的人使用 那 也就是說 這個私裡不走的壞行 等等 第一件事 其實每個人都這樣說 不知道為什麼被捉到 即是他技術低了 其實就是說 被人家捉 不是技術低 總而言之 要捉政治現金 不如這樣說 李家超也這樣 李家超也這樣 李家超的田 那件事出現問題 大家不告他 取消資格 李家超那時候 沒有說田的時候 田漏了 不知道他們有什麼田漏了 李家超也這樣 很容易告訴你 因為我做了 compliance 我們真的選過特首那個大哥 我們填過字 那些表我填過交過的 很麻煩 很濕碎的 這件事 原筆怎麼用 那些就明白嗎 很濕碎很麻煩 當然他們都是比較大的那些 李家超 要找選都 就隨便找他人做 那些人就 就隨便 就隨便 證如他的英文錯了 因為你就是找些人 你找些人回來不行 你找些人回來不行 你就很容易 很容易發生這些事情 因為其實那些事情 很 accuracy 逢藝性競選的 accuracy 很高 很濕碎 你也要搞的 但這個他當然 不是很濕碎 但台灣全部都是這樣的 但這件事對於 阿文哲很大 他究竟可不可以 能夠重生到 是不是重此 因為他已經 不選到了 如果你是 選到了 做了市長 你想 你在位 然後你可能 打一個轉 百下轉 然後回回身 但你現在什麼都沒有了 你只有八個位 還被國民黨和民進黨 冷對待你的話 你本身已經是危機符 他本身的實力不太夠的話 即是他實力 你說他強 他強過當年的宋彩宇 對 對 和他強過當年的自己 對 好 那我們看看國際消息 話說 有一宗新聞 挺有趣的 就是 在當地時間 星期一 就有一個 法國的主持 在節目透露 這個 李安立道 在吃飯的時候 就給了 侍應 五萬歐羅 的小費 侍應 喜極而泣 眼泛淚光地離去 因為 這件事就說 他是一間高級餐廳 李安立道 對方就跟十五個人吃完飯 之後 主持 就見到 視應眼泛淚光走過來 主持人問一下 為什麼 因為偶像給了五萬元小費 令到他很震驚 他親眼看到 五萬歐元 五萬歐元的小費 不是五萬港銀 不是歐元 你不知道他做了什麼 可能他 不是 就是 這個小費 可能是 那件事 是做了很多服務 很多服務 那些 就是 據說有一個人 香港有一個有錢人 就去 科羅門吃飯 然後 晚上 就說 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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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本事拿著一張照片,那些人就說,不要不要 那件事是在那間餐廳上很出名的一件事 那最後有沒有真的一張照片? 那個有一個人,有一位姓楊,他很會做的 沒事沒事,就收了幾千元給他,就搞定了 但是姓楊那個都是客人來的? 一起吃飯,碰台吃飯 那個好東西 那OK的,其實如果撞對些人可以這樣的話 那最多我以後不做福南門 據說,那幾千元而已 你不是幾筆,如果這個這麼大,就以後不做 那可能他很好服務,因為他如果說15人一起的話 我想一人吃幾筆,可能你說一人吃六七筆,七八筆 那可能一百多萬港元埋單,不好奇 一百多萬港元埋單也不好奇 那你只不過給這個小費 那我解釋一下吧 因為美國是給20%小費的 周時給20%小費的 是否就是反過來,乘回他的數 就可以得到他那餐食有多少錢? 不是,我指的意思是說 他現在這個應該在歐洲 他現在在法港 因為美國是給那麼多貼士 是 是 即是美國如果不是生活不到的 即是他最少最低限給你聽不懂 所以是不是好奇 只是可能歐洲不好習慣的 是 還有呢,主持人就說 你這張信用卡是刺激的 沒有銀行名字 沒有名字,順道什麼都沒有 但就可以花你想花的錢 我想這個主持人應該不會是 Benjamin Custady Custady 我想是他 沒有見開世面 不是,第一就是 他是 這個世界上是沒有一個想花的錢 想花多少就花多少的信用卡 就是我所知 即是你倆上都有限量的 銀行都有限量 是 因為銀行有限量的 是嗎 我想他那個你想花多少就花多少 是他那個貧窮的限制裏面的 那個角很多 不如這樣吧 我花100億可以嗎 即是你說 銀行不能收到數 即是像大師說 Samuel,你今天很乖 我給你一張信用卡 裡面有100億 你一天裡面花光 我真的不知道怎樣買 在我內裡 100億你都花光 買十層樓都簽不簽不簽 真的這樣說 好,最後提到單日 希臘中部有個觀光港口 叫玉洛斯 他有個驚人畫面 被媒體拍到 你如果有一些 我解釋一下 有些名字 你控處理名字的時候 你要這樣 第一就是 第一就是 股市的時候 那些名字 我看你都不知道 看我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在中國來講 通常叫爽標 或者這樣就算了 是不是 這些電影的名字 反正沒有關係 但新聞當然不可以 但其實有時講國防部長 有時講國防部長 有時講國防部長 就已經不輸了名字 而這些名字 其實現在這些希臘中部官方 你講了名字都不知道在哪 不如你直接說 英文 Volos 會比較清楚 其實英文是用字母來講 如果這些翻譯 當然如果你是中文的話 我們不是那麼習慣那個譯名 因為中文 反而沒有日文那麼好 日文它規定了一些假名 是用來做翻譯的 中文因為它的字很多時候會重複 所以用來用去都是那堆字的 它沒有 那些字很 所以用的時候 那個準確性沒有那麼強 日文不同 日文都是用來講 就是它有一堆東西 是專門用來翻譯的 專門用來做 這些片假名 專門用來做西方的東西 做得比較清楚一點點 是 那說回一則新聞 這個中部觀光港口 有一個驚人的事情發生了 就是它有一些數十萬條的死魚 就浮在水面上 一方面堵塞了港口 第二就是發佈 發出這些惡臭 還有現在 當地的人 在8月28號開始 就用一些滑桃機 就是第一張圖這樣 就不斷滑 不斷滑 穿了那些死魚 以免影響到附近的那些 餐廳、酒店等 在24小時之內 它已經收集到 超過40噸的魚的屍體 是 而這個魚絲 都現面幾公里 我想在這條水道 都現面幾公里 這一個是很難頂的 還有就有些專家都說 就會對當地物種和環境 造成一些影響 如果不能夠及時處理 的話就很麻煩了 是的 就是它好像說 之前是擴大了湖 接著就變得很小 這些是經常都有的 尤其是經常都會變 大家如果覺得 就是魚絲這麼多 你又吃不到 會浪費 會浪費 可能有些紅池 有些什麼 可能突然間有些細菌很多 細菌很少 又沒有了那些魚 如果整死魚 經常都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是的 所以都是一個幾難搞的狀態 希臘你有沒有說 其實我是歐洲去過聖彼得寶 我差點都不回憶 原來歐洲 你知道俄羅斯幾代 為什麼你會去聖彼得寶 那時候大學的交流團 不用錢 都挺開心 可惜有些交流團 它參加了第四國際 第四國際 是那個第四國際 是那個第四國際 就是恐怖組織的第四國際 讀中文大學哲學 是時候生長 所以哲學是時候 很棒 可以去捷克 可以去很多地方旅遊 很多旅遊 OK 第四國際 是的 有個人參加完這些 去完 那些左派去完 玩完之後 就馬上來 第四國際 但是第四國際 現在是誰分的呢 那不是好像 你想想 是 他們有一堆錢在用的 所以我不知道錢在哪裡來 但問題是 還有些錢在用的 因為哲學系都很相信這些 所以讀哲學系的人很笨 經常都 即是 你讀哲學 不知為何信這些 因為他們覺得 讀哲學系 所謂那些好青年徒讀生 我又要高人一等 但是自己 他思想上要高人一等 但他們身份上 是低人一等 和財富上 所以就經常都會有一些矛盾 經常都要做這些 因為以前的 那些人不一樣 以前哲學系的人 是有錢人的 所以他本身是高人一等 但是現在 即是你又要 身份已經是低下階層 你還要扮上菜 那你就唯有去參加這些 去滿足自己的去榮心 那都幫政府宣傳一下 那如果你是39歲以下的話 或者18歲 和18歲以上 其實政府是很多 那些什麼 國際青年交流計劃的團 是去這個地球不同的地方的 那基本上去得都很安全的 如果不安全 他都不會資助你去 所以其實都很爽 那就 沒有特別 那今天就 到這裏了 那我們今天星期 這個Samuel電視 就過一段落了 下星期就變回 是 好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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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